澳门回归祖国以来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团结奋斗 落实执行一国两制 澳人自傲和高度自治的方针 取得了封锡的成果 虽然近年澳门经济发展 迎来了新的时期 面临着新的挑战 但我们主动作为统筹谋划 致力保障澳门长期的繁荣稳定 随着国家十三五规划 进一步确立了澳门 在国家发展中战略的定位 特区政府也在广泛听取民意 及深入研究后 编制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 为澳门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未来五年 我们拥有更清晰的愿景和蓝图 更详细的目标和规划 凭着澳门人的智慧 勇气和毅力 切实执行特区五年规划 我们满怀信心 攀手迈进 共建澳门美好的家园 在民生方面 我们会设立土地储备 完善城市规划 充分运用澳门有限的土地及空间资源 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采取公交优善 其他交通方式协调发展的模式 促进交通网络的无缝连接 创設高效变捷的异行环境 与国际先进城市发展概念接轨 运用资讯技术 贯通城市脈絡 优化城市管理及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建设智慧城市 加强环境保护 推广绿色生活 实现人与自然和諧合一 打造疑人生活空间 提升危机处理水平 创造安全的城市环境 从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着手 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为居民打造安全、舒适、悠闲 便捷的宜居城市 巩固与弘扬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 传承多元文化共存的鲜明特色 继续发挥澳门 作为中国与普与国家文化交往的 桥梁和扭大作用 在保育历史的同时 不断为城市添加文化气息 丰富居民文化生活 古意新闻 交相辉映 打造文化名城 完善政策保障本地居民优先就业 加大资源配置 增强本地居民的就业创业能力和竞争力 落实制度建设 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居民横向 吸向上流动 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培育具创新能力的人才 落实教育轻傲 人才健傲 持续优化居民福利 不断完善居民基本生活安全网 为弱势群体提供精准的援助 通过教育 培育 让弱势人士有更公平的发展机会 自力消除 夸代贫穷 关外长者实现老友所养 老友所熟 老友所为 让长者安享晚年 扣建全方位人口发展战略 凝聚社会智慧及力量 应对人口老化的挑战 建设完善的健康及医疗服务系统 不断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 充分鼓励通过体育运动 提高居民身体素质 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建设照气蓬勃的健康城市 为居民提供适切的生活及就业保障 持续提升居民的竞争力及人民收养 提高居民身心健康水平 全方位增进民生福祉 在发展方面 坚持适度规模、规范管理、持续发展的理念 促进博彩业质量的提升 鼓励博企融入更多悠闲、舒适、康体等服务元素 促进博彩业中的非博彩元素成长 全力推进非博彩行业发展 大力推广文化旅游 形成旅游悠闲大业态 培育会展、中医药、文化创意产业成长 大力推动新兴产业 与传统产业相互连接 更大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开拓发展 升级转型、增强中小企业竞争力 形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互为依托 共同发展的格局 推动创新创业发展 打造优质创业环境 落实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发展基金 有效管理和运用财政储备 促进财政储备的保值增值 研究构建、财政盈余分配长效机制 保障对民生工程的财政支持 创设更公平、协调的社会环境 把握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机遇 落实与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对接 务实推动本地区经济适度多元 和深化区域合作并重的发展策略 提升澳门产业的竞争力 积极推进中国与袍与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建设 打造三个中心 发挥澳门作为中国与袍与国家商贸合作金融服务平台的作用 鼓励更多袍与国家到澳门投资合作 共赢发展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促进一个平台 与一带一路有机结合 充分发挥澳门多元文化的优势 进一步特显澳门特色的中袍平台 促进文化交流 孕育产业和商机 强化与内地经济多元合作及对接 托阔国际市场交往 形成优势互补 深度融合 互为共赢的新格局 在擅自方面 建立多层次 多功能的沟通渠道 和对话交流机制 优化咨询组织体系 广纳民意 推进科学决策 全面检讨改革公职法律制度 检讨现行中央招聘制度的不足 积极研究公务人员的晋升及选拔机制 优化各项行政流程 整合同质性较高的工作程序 改善挂部门合作机制 提升政府执行力 逐步建立政府职效治理制度 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 完善领导官员职效评设制度 强化官员问责 全面检讨公共服务评估机制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未来五年 政府将进一步提升政府施政的效能 建立更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 做到施政为民 为民育权 让居民获得更便捷 优质的公共服务 特区政府在五年规划草案文本公布后 对文本进行了广泛的居民意见收集 针对居民关心的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并对规划内容进行了丰富和细化 形成了正式文本 其中正式文本特别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项目 订立了具体的目标和指标 这些指标包括 经济范畴的失业率 月工作收入中位数 医疗范畴的医疗保健职能 占政府财政开支的比重 每千人口对应的医生比 护士比和病床比 社会保障范畴的双层式社会保障制度 养劳金覆盖率 社会保障职能占政府财政开支的比重 教育范畴的教育职能占政府财政开支的比重 高中无入学率 完成高等教育就业居民占就业居民总数的比例 环境保护范畴的二氧化碳排放率 PM2.5数值 空气质量水平熟量好至普通的日数占全年比例 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 生活垃圾暴开化处理率 城市绿化中的城市树木梁 山林林分改造 海岸红树林会年新种植红树苗的株数 政府施政 法治社会范畴的优化 现有咨询组织 理讯公共行政架构职能 及职效评审制度 引入中立评估机制 理二十一项目标和指标 将成为未来衡量规划执行情况的重要依据 政府亦将建立监督与评估机制 并设立第三方评估机制 加强对规划落实的监管 除此之外 相比草案文本 正式文本还针对居民关心的土地、房屋、医疗、教育、环保、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以下主要修改 在土地方面 除了草案原有的设立土地储备 健全土地资源管理 加快设立土地使用资料库等内容外 正式文本提出 将有罪开展及落实总体城市规划及细化的城市规划工作 力赠于2019年完成总体城市规划 同时有罪推进编制细化的城市规划 而申请350公斤土地的规划 亦将分阶段落实 依法继续处理未按合同发展的土地个案 截至2016年6月底 有38幅未按期发展或预期完成发展的土地被宣告失效 面积达285,911平方米 以依法收回其中的84,770平方米 完成相关程序后 其他被宣告失效的土地将可撥作土地储备 在解决居民居住问题方面 正式文本提出积极推进都市更新 兴建占住房屋 为都市更新 创造有利条件 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简化行政程序 提高行政效率 检讨公共房屋政策 推进公共房屋建设 短中期规划兴建4,600个单位 伟龙马路地段 预计可见超过8,000个单位 长期规划于新城A区兴建2万8,000个单位 在医疗方面 草案文本中提出要坚持妥善医疗 预防优先的公共卫生政策 进行三级预防的原则 完善医疗系统建设 并完善由政府、非牟利医疗机构 及私营医疗机构所组成的卫生体系 而在正式文本中 对相关项目提出了更具体的重点工作 除了原有的不断完善初级保健医疗设施 推行全民健康调查 继续完善免费医疗等工作外 更加入了加强政府、非牟利、私营医疗机构间的合作互保 大力培养专科医生 及推进建设医疗人员专业认证制度等重点措施 而在教育方面 草案在非高等教育范畴 着重创新教育思维和教育内容 推进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发展 并制定解决群留问题的短中长期规划 在正式文本中,則再提出了要有罪推行 学校综合评价的新模式 在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范畴 除草案提出的要保持高等教育普及化 提升创新能力、培育创新人才 推动产学研结合 培养商与人才、鼓励人才回傲 及支持高校青年往海外实习交流之外 亦新增了一系列教育轻傲及人才建奥行动计划 包括加快推动科普教育 持续优化三文四语教育 构建人才资讯系统 及构建和完善学习型社会 在环境保护方面 除了草案中已有的推动源头减排 沽者接付制定污染源排放标准 推动天然气使用及建设外 正式文本提出要大力推广绿色生活 将在总体城市规划中 制定保护环境可持续性的指引原则 并在细化规划中列出具体措施 同时提出要加强水污染防治和水环境保护 及时应对突发性的海洋污染 制定城市绿化行动计划 落实石排湾淡水湿地服育项目 建设绿化物资源再生中心 及轻轨完善绿化修复计划等措施 在经济发展方面 正式文本对草案中的促进博彩业 与非博彩业协同发展 推进旅游业发展 培育新兴产业 扶持中小企 强化区域合作与国际交往 落实与国家十三五规划对接等工作 都进行了细化 并提出新的措施 正式文本 提出要拓展特色金融业务 促进金融业服务多元化 在原有旅游业发展相关措施的基础上 开展开辟步行街的可行性研究 激发社区活力 对于新兴行业 在原有的培育计划外 加入更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务求加速会展 中医药和民创三个主要新兴行业的发展 细化中小企业提升计划 让中小企切实从政策中获得支持 体质建设一个平台的内涵 提出促进一个平台 与一带一路有机结合 形成叠加效应 强化区域合作 积极参与自由贸易试验区 环琴片区 蓝沙片区 前海片区等重要合作平台的发展 拓展国际交往 努力开拓新的对外开放领域和空间 促进澳门与内地及其他地区的优势互补 共同发展 五年规划正式文款的编制 是澳门居民集体智慧的体验 是特区政府聆听民意 施政慰民的彰显 是居民建言 建设世界旅游中心委员会统筹协调 各个施局 跨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 澳门 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落实五年规划工作 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移居 移业 移游 移行 移乐城市 你和我都可以出一奔力 让我们同心自愿 全力落实五年规划 共建 共享美好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主持人 白